零赢后天赋玩家 经典反三无智辉 他能否超越河池 自信打这个无智辉的 阵容 巴赫门打巴主门 巴赫门的话一般点风 应该是和老二 老二现在不太行了 他的徒弟要来接班了 看看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精彩 双方都是在找机会 直接过来拉消风 还是拉消风 但是拉不中 一般高手 肯定不会那么轻易 给你跑过来拉的 肯定要后跳 好 葵花倒地 这个 白盒子哦 这个是 神来之脚 好 安全跳 升龙打不到 死了 想要跳A抢空哈 好 落地 嗯 一碰就刚 无智刚的外号不是跟你开玩笑 哎 你看 7D你缓我的话 我还有复合指令啊 我还有后招打你 不怕你谎 我这一波还是极限反应 手法也不错 来 射 好 这下中了 直接带入白光八只女 啊 很优秀 好 精神小伙儿 自信 大门上来 开局又被射啊 又葵花倒地 卡一个无敌波 哎 这一波你只能 反正你只能直跳或者后跳了哈 不然的话这个距离是非常危险的 在合适的距离啊 他的蓝之山就过来了 你看这跳的话也被踹下来啊 因为他是一个无责任的蓝之山 哎 AB独中 来 可以进攻型的阵 对 哎 还有虚晃 慢慢戳 打这个大猪的话 大门不能老是瞎跳啊 特别是前跳 你前跳跟他打 你不能打 你只能切他下路 然后找好机会 AB一下 或者用一些其他招来靠近大猪 还是不好靠近 哎 一边戳 戳的时候呢 可以放低自己的身位哈 让大猪他制空打不到 好 突然头上很精准啊 很精准的预判 两个气 不能太着急 好 省身能量闪啊 蓝之山之后肯定是要震了 震了之后慢慢走过来 下一眼前抓还是怎么的 哦 直接剪 哎呀 你OP啊 好 关着修修 回头六 回头六